这是一面摸得着看不见的高墙 女人已经在这里被困三年了 这堵诡异的透明墙 周围没有一丝缝隙 她想穿过去 就直接被挡了回来 小美只好换了一条路走 她看见了两个年迈的老人 刚想上前找他们求救 又被透明墙挡住了去路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她用手敲打透明墙 还大声呼救 想让两位老人发现自己 可敲了一个钟头 她感觉到了不对劲 穿背心的老头站在原地 任由水流从手中流走 坐在椅子上的老奶奶 呆呆地注视前方 一动不动 小美以为自己是眼花了 于是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等缓了一会儿后再次睁开 看到的还是和刚刚一模一样的景象 水在不断地流 人却一分一毫都没有挪动 这诡异的一幕 吓得小美一步步往后退去 她想要逃离这个地方 开着自己的小红车 直直地朝透明墙撞了过去 汽车引擎盖都被撞凹了不说 自己也被撞得头破血流 而透明墙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问题来了 小美到底是怎么被困在透明墙之内的呢 时间回到三天前 她和同事一起 开车来山里度假 同行的还有一条小狗 落脚后他们想出去散步 而小美因为坐车太累 一个人躺床上歇息了 第二天一早 她发现两个同事一晚上都没有回来 周围的环境也异常安静 这让小美心里涌起了一阵强烈的不安 于是便带上修钩去寻找他们 狗狗在前方迅速跑去 突然 狗狗发出一声惨叫 小美以为是她跑得太快 不小心咬到了舌头 赶紧上前查看她的情况 而狗狗则是低头停在了原地 好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一样 小美独自朝前走去 还让狗狗快点跟上来 可狗狗却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转身了 就在这时 小美被无形的力量点拦住了 这到底是是怎么回事 小美被撞懵了 她伸手一摸 却摸到了一堵透明的墙 她平整光滑 看不到却摸得着 看来 小美已经被透明墙给困在了这里 女人被透明墙死死困住 她虽然能看到墙对面 却怎么都出不去 即便开着她的豪华小厂棚 也是逃无可逃 小汽车报废了不说 自己还被撞得头破血流 可透明墙不仅还在 并且是毫发无损 很快时间来到了一个月后 她的两个同事依旧没有回来 而她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跑去看看透明墙有没有消失 不出意外 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这天她刚准备出门 好家伙 透明墙竟然移动到了门前 难道透明墙还会缩小范围吗 这一天天的被困 让小美彻底崩溃了 她趴在墙上大声呼叫 还好只是噩梦而已 为了避免梦境成真 她带上修钩再次寻找起来 出去的道路 她翻过山路 又穿过草地 连着走了好几天 都没有找到任何出口 看来出去的希望是非常渺茫了 她做好了在此长期生活的打算 在地上种起了番茄和鸡蛋 很快就有了收获 开始细细品尝起自己的劳动成果 想换换口味了 就和狗狗一起去打猎 散步时竟然还能捡到一头牛 于是便把牛拐回了家里 突然一天 她发现门口有动静 小美拿着做菜用的砍刀 打开门一看 竟是一只全身被淋湿的 可怜小猫咪 她把小猫带回家里 还喂给小猫食物 现在家中 一人一狗 一猫一牛 他们四个人相依为命 而小美则和一只陪伴她的修钩 关系最为清静 转眼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 小美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生活 白天劳动做活 晚上欣赏美丽的景色 这里宛如仙境一般 虽然这里一切都平静美好 但每次小美路过透明墙时 还是会习惯性地查看 那堵墙是否还是存在 同样 每天得到的都是一样的答案 女人被困在了荒郊野外 困住她的正是一堵透明墙 这天 她意外发现了一张这里的地图 原本已经任命的她 现在又燃起了出去的想法 小美按照地图的路线 慢慢朝着森林走去 她看见前方有一辆伐木车 车上的木头正在摆动 似乎是有人在工作一样 她警惕地靠近伐木车 但还没走紧 又被透明墙挡住了去路 看来这又是墙外的景象 小美帝希望再度破灭了 可她依旧没有一点办法 只好落寞地转身离开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 这天她牵着狗狗 在森林的草地上散步 突然狗狗停了下来 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声音 接着就冲向了前方 小美在后面跟了上去 下一秒 眼前的景象让她吓傻了 居然是一个男人 这是小美被困厚 首次真正意义上地见到人类 而这个男人似乎是被饥饿逼疯了 竟想把狗狗当作食物 正在疯狂地攻击她 小美见状立马回到家中 以最快的速度脱下背包 从家里端起猎枪 转身就往现场赶去 想要救下狗狗 小美回到现场时 男人正举着斧头披向狗狗 但不幸的是 最爱的狗狗还是永远离开了她 随后小美找了一个景色优美的地方 将狗狗安葬了下来 然后她又来到男人身边 确认男人没了呼吸后 她才放下了心 接着就将男人推下了悬崖 失去狗狗的她伤心欲绝 将和狗狗的经历都寄托于纸笔 影片到此就已经结束 女人最后到底有没有走出去 不得而知 这堵透明墙就像是人们封闭的内心 大家都会把自己隐藏起来 别人进不来 自己也出不去 只能一个人面对所有事物 这部电影在创作手法上 运用了大量的隐喻和符号化的东西 利益清晰却又玄妙 比如狗 狗在任何时候都扮演着忠诚的角色 忠诚也许可以慰藉主人公当时的迷茫 有了狗的陪伴 主人公似乎对那面无法走出的影墙 减少了积蓄恐惧 再屁如牛 也许代表着某种力量和勤劳 意味着主人公不得不去 自力更生 学着生存 而猫的出现 也许象征着人在困境中的软弱 就像是主人公的一面镜子 孤独就像是一场灾难 生存就像是一场游戏 游戏又有大自然的生死法则 适者才能生存 当孤独的灾难降临时 天无绝人之路 上天留下了忠诚 赋予了主人公以力量 但与此同时 主人公也看到了 自己内心深处的那层柔弱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影墙》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